好 停回我們剛剛看到的是CNN的專題報導 現在全世界確實高度關注 下個禮拜拜習會的最終的焦點 跟拜習會後的新的動態 拜登講話紅線 紅線的意思就告訴你說 今天你習近平早就已經在移動這條紅線了 也就是所謂的維持現狀 那個現狀已經被你破壞掉了 我今天美國在跟你見面的時候 我要重新跟你畫一條紅線 告訴你說你這條紅線絕對不能逾越過去 否則來講的話就有你的好看了 不過我們話說回來 拜登在去年提到了台灣 agreement 今年他提到一個台灣 doctrine 這是非常奇特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人在學界上用過這樣的名詞 比如說去年講台灣 agreement 那你跟習近平在打電話的時候 視訊的時候 提到了 agreement 到底你們達成什麼 agreement 到現在為止都還沒有對外公布 那現在來講的話 他又提到一個台灣 doctrine 其實 doctrine在我們這個國際法上的用詞 他是一個變成一個法律上的原則跟法律上的主義 比如說以前講說不承認主義叫做 sticence doctrine 那講那個什麼清白原則就是拋棄繼承的概念 叫clean state doctrine 所以他已經變成一種法律的概念 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拜登的心中可能有一道所謂的那條紅線 就告訴你說這就是一個法律的底線 這法律底線你不能逾越過去 你逾越過去的話 那你就等於違法 那這個什麼東西呢 其實我們再回過頭來看 他所有的文告當中講的 一中三公報 台灣關係法 然後呢 不得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而且六項保證 其實大概就是以這些東西告訴習近平說 我今天的底線就在這裡 那你今天如果逾越過去 你敢動武的話 那你今天就有點好看 不過我們看到習近平在做什麼事情 他其實也在準備下個禮拜 準備跟拜登以及其他國際的元首來見面 不過他去視察這個軍委會的事情 其實我覺得他是要凸顯出 自己的這個所謂的指揮權跟領導權 他刻意的去提到那個所謂的 廉址的這個所謂的總指揮官 這其實剛剛明姐提到了 這本來以前就有這個名詞 只不過說他刻意的在這個媒體上面 要凸顯出他擁有這個東西 其實說穿的 那就是西方國家的三軍總指揮的概念而已 那三軍總指揮你想想看喔 習近平穿著軍服 迷彩服 然後到處去視察 我今天常常想一件事情 你有看過美國總統 穿著這種迷彩服到處在視察 沒有 很少嘛 你美國頂多就是穿個飛行夾克 然後到了一個什麼 航空母艦上面 或是到了一個戰艦上面 然後就跟大家官兵講話 講完之後 大概就是一個飛行夾克 你看川普奧巴馬 甚至是說拜登 他們穿的都是飛行夾克 那只有像習近平這種 台灣穿著迷彩服 我說好像要備戰要打仗 其實我問各位 到底誰要去打中國 全世界誰要去打中國 沒有嘛 那是中國你要打別人的時候 美國跟日本 或是其他國家 他們要備戰的時候 他們才要去反擊你嘛 你如果都不動的話 誰會去打你 所以回過頭來說 到底他備戰的目的在幹嘛 還是他在戰國內 就是戰國內 我要解讀就是說 他今天告訴你各位這些阿兵哥嘛 指揮官是我 你不要聽別人喔 總指揮就是我 然後接下來你們 每天做一件事情 就是給我演習 在台灣就是每天給我下基地 那下基地幹嘛 就是讓你們沒事 就是能夠每天 不要躺在那邊 然後那邊想事情 又說叛變又幹嘛的嘛 就是說他其實在 導出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今天是一個軍委會的主席 然後今天我所有的將領 大概換成我自己人了 那你們也不要想太多了 你們每天就是給我 好好的準備打仗 你們職責就只有打仗 你們不要給我叛變 其他的事情都不要想 這就是我覺得習近平 他釋放出這個訊息啊 而且他裡面有提到很多東西 在視察的時候 他講說 都要在聽著黨中央指揮啊 或者是在他的指揮 在擠息之下 這其實就是告訴全世界說 哎我掌握軍權啊 所以呢 你們各位要談 還是來跟我談 你不要去想說 在我們國內還有什麼其他派系 你想要去接觸其他派系 來搬倒我 或者是搬倒我習近平的這個政權 不可能的事情 軍權都在我的手上 當他整個對外釋出這個訊息之後 下禮拜出國 他不會在國內被政變啊 出去以後人家才看得起他啊 否則來講的話 第三任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做第三任 還有接下來明年3月的時候 你憑什麼在做第三任的國家主席 所以這些東西 對西方國家都是個禁忌 那我今天要跟你接觸 我今天西方國家跟你習近平接觸 就被視為說 哎這是不是其他西方國家來承認你這個政權 承認你這個覺得合法性 所以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需要人家來承認他這個合法性 需要大家看得起他 他需要拜登認證 對需要拜登來認證 特別是美國來認證中國 他這個政權就是在習近平的掌控之下 那所以今天說真的 在政治上是相互交換 也就是說拜登如果下個禮拜見到習近平 其實對習近平有一個訊息 就是說哎 其實美國承認我才可以談的 是一個對口 然後但是他跟拜登談完之後 接下來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美國他無所不用其極 他今天只是給你一個堂一的概念 他底下來講的話 接下來 因為我們知道其中選舉 共和黨他在眾議院當中是微服的這個獲得多數 這時候兩邊一定加碼嘛 共和黨跟民主黨在對付中國的議題上面 一定是雙方都踩油門嘛 所以接下來的話 共和黨很有可能推出新的議長麥卡錫 麥卡錫確實是對中國的強硬派 就是說雖然喔 培洛西也是對中國的強硬派 但培洛西可能喔 這個會卸下議長的寶座 那新任的國會議長 事實上也是一個強硬派 所以麥卡錫他已經講了 他說這個他當議長之後 接下來成立很多調查委員會啊 然後你們這拜登的行政官員 就每天跑法院啊 為什麼 因為他告訴你說很多事情 比如說要調查什麼中國武漢病毒 為什麼到現在為止無聲無息 到底你行政部門在做什麼事情 所以他查清楚 所以這時候呢 拜登政府一定要有所動作嘛 一定會去調查什麼 欸這個病毒的起源啊 到底受到美國人民 到底受到多少的損害啊 所以我們才說啊 這兩黨之間的油門加下去之後 對中國來講的話 絕對採取更加強硬的一個措施 那對習近平來講的話 他今天可以在這個國際場合 獲得大家認證之後 回到裡面又躲起來 然後呢 今天跟美國之間來講 希望能夠保持距離 美國盡量不要干擾到他的政權 那我想接下來哦 其實中美之間還有一場印戰要打 但是這場印戰是來自於說 這個拜登政府 他在結束了這個期中大選之後 也沒有說剖腳啦 他其實說真的沒有算完全剖腳 所以他的政策 對中的強硬政策 其實還是持續的進行的